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一周博文冠美国时政 这里是一周美国 我是马彦林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9月15日 德克萨斯州长阿波特派两个大巴 乡夫总统贺锦丽在华盛顿特区海军天文台的住所 运送了上百个无证移民 而抗议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 阿波特当日在推特上写说 今天早上两个来自德州的移民巴士 抵达了华盛顿的海军天文台 副总统贺锦丽声称我们的边界是安全的 否认边境危机 我们就将移民送到他的后院 赋予拜登政府做好自己的工作 确保边境安全 阿波特分享了福克斯新闻的一篇报道 该报道称 来自墨西哥、维内瑞拉、胡拜贵 及哥伦比亚的一百多个无证移民政策 在大巴抵达了何感丽的住所附近 9月16日 美国医学会集资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 全美若有20%的家庭背负着医疗债务 而且越来越多的美国人 因为有医疗债务 而没有能力购买食品责科 或者归还买屋的贷款 利河汉的研究是由联邦人口普查局进行的 他分析了美国家庭近三年的收入式论识 研究人员发现 没有医疗保险的人背上医疗债务的风险最大 此外 购买私人医保的人也背负着很高的医疗债务 9月17日 美联社报道说 纽约白老汇历来上演时间最久的音乐剧 《歌剧院未影》 将在明年2月高别观众 据报道 至1988年以来 《歌剧院未影》一直是白老汇的固定剧目 该剧将在2023年1月庆祝上演35周年 并在2月18日在白老汇演出最后一场 美联社报道指出 《歌剧院未影》 音乐剧的成本高昂 需要正审制作的布景及服装 以及庞大的演员阵容及管言乐团 2020年3月纽约成为了美国新冠疫情的重载区 白老汇的剧院遭到沉重打击 被迫关闭了很长时间 尽管后来剧院恢复了演出 但观众人数持续减少 票房收入大不预前 无法应付每个星期高昂的营运费用 9月18日 总统拜登在CBS当日播出的电视采访 陆仰宗说他还未决定是否要在2024年尋求连任 拜登接受CBS的60分钟节目采访时说 赠取连任是他的意图 但这只是一种意图 但我再次参选是一个坚定的决定吗 这还有待观察 CBS报道称 即管拜登希望民主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 保住对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 但目前只有不够一半的选民 认可他作为总统的工作表现 被问到他的支持率为什么这么低的时候 拜登回答说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刻 我们正在这里处于这个国家历史中的一个拐点上 9月19日 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Falci公开反驳 拜登近日所谓美国新冠疫情已经结束的言论 直言美国尚未达到与病毒共存的状态 当日Falci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讲话 强调现在美国每日仍然有400多人死于新冠感染 并未达到与病毒共存的水平 他指出新冠疫情已经出现了两年多 但美国只有67%的人口接种了新冠疫苗 其中只有一半人打了一针的加强剂 还需要为应对新冠病毒变种的进化做好准备 9月20日 芝加哥一栋公寓楼的顶层发生爆炸 导致8人受伤 其中3人伤势严重 当地官员透露 发生爆炸的公寓楼位于芝加哥市南奥斯丁地区 爆炸时间是当日上午9点左右 一栋公寓楼一共4层 由36套公寓 带楼顶层的大部分房间在爆炸中坍塌 擅长画面显示 大量的砖块和其他碎片散落在附近的街道上 界变几架汽车严重受损 当地消防局一位官员告诉媒体 爆炸发生后 有10架救护车和135名急救人员赶到现场 爆炸导致了包括2名女性在内的8人受伤 被送往医院 其中3人受伤的伤势处于严重至危重的状态 爆炸发生时7名受伤者仍在公寓里面 另外一名受伤者就是在街对面的建筑里面 9月21日基尼罗伊州财票局官员透露 7月下旬体指甲哥教区售出的一张中奖金额为 13.37亿美元的投奖彩票 他的奖金已经被两名匿名者领袖了 财卷局官员称 这笔的巨额奖金是由两个中奖人共同领取的 他们买彩票的时候就约定 如果中奖就评分奖金 中奖者希望保持匿名 而就财票局官员称 他们无法分享中奖者的任何讯息 只能说他们肯定对自己幸运中用兆彩头奖起恩狂药 财票局官员透露 中奖者选择一次性领取7.85亿美元的奖金 他们过去几个星期一直在和专业法律和财务顾问合作 而制定领取奖品的策略 据兆彩的网站介绍 李日仗中了头奖的财票是在7月底 在自家郭郊区的一间SpeedWay加油站买到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传播内容 感谢您收听和观看 同时记得订阅架TV频道 获得更多精彩内容和最新消息 我们下次再见